今天我们今天说到 How to grow your channel from zero subscribers and zero views 所以如果你没看到之前的课程 你快去看吧 然后快回来 你们也可以免费下载我的YouTube书 你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Facebook Group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谈谈关于网络专线 所以我这个频道主要是 现在大家贴士为新的关于网络专线 和网络专页和YouTube专线的思维和方法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 我知道你感兴趣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不会错过任何时间的机会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任何东西关于YouTube SEO 那到底YouTube SEO是什么呢 SEO就是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就是所有事情 也有很多人一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他们不会用这个Photoshop 为了做YouTube Seminole 它就是Solo 然后他们也不会用Photoshop 为了做那个End Screen 他们也不会用什么音乐 什么Music 为了放它在他们的YouTube视频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多人做 那我不管这个视频 我给你们开玩笑 其实我一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我发现了要做很多事情 要做YouTube SEO 然后要做Solo 然后要做那个End Screen 很多事情 然后不会用Photoshop 那到底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的样子 你不要担心 因为我发现了最好的YouTube 工具 它会做所有的东西 它会做这个YouTube SEO 它会给你End Screen 它会给你Solo 它会给你很多很多很多免费的工具 那我们不能说话 我们现在已经免费这个工具 那我们现在已经免费这个工具 你能够找这个页子 你们可以找到这个页子在我当中的页子 然后Fontasager 然后Install Free Onochrome OK OK 然后Add Chrome Add Extension OK 现在已经下载了 然后点Choose在这里 然后去Body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Account 还是如果你没有账户 你可以现在做免费账户 但是因为我有一个账户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账户 OK 现在如果你有账户 现在你有账户 现在你有账户 但是我会说 我会有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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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万 为什么我账户 200万 因为它会给你账户 我们现在看 比如说FREE Account 有账户 Limited OK 但你会账户 但是如果你有账户 你会账户 你账户 然后如果你有账户 你账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账户 OK 它会给我们 很多 Photoshop 比如说 现在如果我们来这里 Memberplex 第一个免费的例子 就是 2Body Mobile 你可以用 2Body 在你的手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不是 2Body 你也可以看 另一个手机 在这个手机 然后你的手机 就是做 2Body Tools 就是这个 好 然后你可以 um 然后在这里 你可以当下 Photoshop Mobile 然后 你可以 ờ 给你end screen ok 很多end screen 这个你可以放这个图片 在你的shipping之后 然后 Summoner frames ok 这个为了做四螺图 然后 transition 它会给你很多东西 所以三个事情 这个弄得你非常好 就是Audio Hero 它会给你很多免费 因为音语Audio 你可以使用你在你的shipping 因为如果你使用任何music YouTube会让你的影片死了 然后 这个功能非常好 因为它会给你免费 YouTube课程 这个课程大概100美元 它会免费给你 如果你在这里get access now ok 然后点去 ok 它会免费给你这个课程 所以 我会保护你 他会看好 因为它很稳定 你会看到YouTube 那可以看到你的 releasing 你会感到什么 你会看到 YouTube Tano 你可以免費在用 大部分是YouTube上的 你可以選擇一些包含 是Channel artist 你可以選擇你的 建造的 然後 也你可以選擇到 你可以選擇這個 我就可以選擇 那我就會選擇 我可以選擇 所以,我只是講 특贊 我就是 Assure 你會選擇 我们不会说YouTubeBody的功能 这些理由YouTubeBody会给你们 现在我们说YouTubeBody的功能 但是之前我们要Sign in 到YouTubeBody 我们来这里Sign in with YouTube 我们可以用你的证据 然后还有这个 现在我们一定SuccessfullySign in 到一个YouTube频道 关于调别人如何做法 那现在我用这个字 那意思搜索一下在YouTube上 那现在有两个方法 为了用YouTubeBody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YouTube搜索 第二个方法你可以来这里 YouTubeBody 然后点击Tewordisk Explorer OK OK 然后现在点击 没事 那现在这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 第一个事情就是Summary 这个就是YouTubeBody 评分的标志 它会告诉你这个话题 值得不值得为他做影片 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这里 这个就是Search Volume OK Search Volume就是这个字的刷刷量 OK 然后这里就是Competition OK Pool 所以这个字也非常好 那为什么呢 这个字非常好 因为它的刷刷量大 但是它的听众对手小 所以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为了做你的影片 然后很多人会看你的影片 然后这里就是什么呢 这里就是Results 就是这个 OK 如果你看住 这个女人 这个就是YouTube 搜索 然后这个就是Trending 所以这个就是Historical 它会告诉你 比如说 这个话题 人们最要找 这个话题 还是不最要找 这个话题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方法 就是比如说 第一个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 Keyword Score 它会告诉你 这个字 的刷刷量 它会告诉你 你的听众对手 是多少 然后在这里 就是Related Searches 然后在这里 就是Related Searches 这个就是关于 没事 人们用的字 还是人们用的话题 无法刷刷 关于 没事 然后比如说 如果我们能点去 然后比如说 如果我们能点去 在这里 然后比如说 没事 所以这个也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它会给你 很多Related Searches 它会给你很多Tags 那Mustuse的Tags 这个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人们用的字 为了说说关于 没事 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无必 使用这些Tags 为了放它 在我们的影片里面 在影片后台 比如说 我要做一个影片 关于没事 OK 所以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用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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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Tags 为了放它 在我的影片后台 在我的影片 Tags 因为如果 我不用这些Tags YouTube 不会找到 我的影片 所以这样的话 我没有机会 为了让别人 看我的影片 但是我提出 如果你使用免费版的话 它会给你三个还是 五个 还是五个 Tags 所以我觉得 付费版的 非常简单 因为它会给你很多 功能 然后我们要提出 它会给你很多 免费东西 OK 现在我要做一个影片 关于 做饭 关于 没事 那现在我应该做什么 那我来这里 Mustuse的Tags OK 然后 Select all OK 然后 Cobi2 Clipboard 然后 我做一个NewTags JegaTags 我做一个NewTags JegaTags 我做一个NewTags 我做一个NewTags OK OK 然后 我做一个NewTags Cobi Cobi Cobi2 Clickboard 然后 我做一个NewTags Cobi2 Cobi2 Tags Cobi2 List OK 我做一个 然后我做一个NewTags OK OK 那现在 现在 Fuj JegaTags OK 然后 你可以 说 JegaTags RelatedSearch 因为 RelatedSearch 非常好 因为 现在 我要做一个影片 关于 但是 我不知道 人们 说 关于 什么 对不对 所以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看这些RelatedSearches 在这里 我也应该看到 在这里 我也可以看到 因为 比如说 我要做一个影片 关于有没有事 我不知道 我用什么词 还是 我不知道 我做什么话题 我不知道 做什么影片 关于有没有事 在这里 它会给你很多灵感 很多灵感的东西 在这里 它会给你很多灵感的话题 我来说 我来做一个影片 我来做你的影片 然后 这个就是我的YouTube 后台 现在 我们比如说 点去 在这里 我们刚才 复制 JesiaTags 对不对 我们刚才复制 JesiaTags 对不对 我们在哪里 放JesiaTags 在这里 在这里 这里就是Tags 这里就是Tags 然后 我们来这里 i import from list 那我们刚才复制 到这个 没什么灵感 对不对 这个我们刚才复制 这些都是我们的 Tags 然后我们点出 Insert 那这位 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灵感的表现 所以这位 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灵感的表现 你可以用这个Score OK Score 比如说 如果你用这个C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Score 比如说 如果你用这个C 你可以排名 所以这位 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它会给你很多天 E的Tags 你可以用Relevance 所以你可以用Score 然后 如果你一样出在这里 比如说 如果你一样出这个 BassiveIncome Apps BassiveIncome Apps Tagwee Zinti Azajali Ranghu Tagwee Ranghu Tagwee Ranghu Tagwee Tagwee Keyboard Explorer Ranghu Tagwee Tagwee Suggested Ranghu TubeBody非常聪明 因为它会知道你的频道关于什么内容 比如说我的频道是关于在网络转显 所以它会给我很多标签的淀义 它会知道别的频道用什么text 然后它会给我这些text的淀义 比如说我可以使用这些text 没有问题 然后你做完你的影片 TubeBody有一个非常好的写情 但是 Yoksa呢 比如说如果你Е líID ADCARTHORN 会 التoro tourism 我一定要有这些人 ADD IN THE SCREEN inf card 輕咬上汪 做了所有的东西 所以它會告诉我 你一定做了 Internet not you buddy 也有非常好有关 如果我腽定的频道 现在我知道 今天我也知道 然后他会告诉我多少个人订阅的频道 所以他会告诉我我的Channel的statue 他也有非常好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 YouTubeBody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人是我的听众对手 OK 那我停入他的视频 然后我会看到他用什么标签 OK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我的100万的看管 OK 所以如果我复制他的tags 如果我复制他的标签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体会 为了拍名在Google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比如说如果我们点去 说search rankers OK 那在这里如果我用这个标签 我会拍名在Google OK 如果我用这个标签 我会拍名在YouTube 所以我应该用这些标签 因为这些标签 它使用它为了拍名在YouTube上 所以我应该复制这些标签在我的YouTube频道 我应该复制这些标签在我的影片 那我怎么复制这些标签 那我来这里 copy 2 OK 那我已经做了这个 那现在YouTube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我会看到我的听众对手 这些标签的频道 它有多少个 对你说 它有多少个views 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频道有很多views OK 所以第一天 所以它一天可以获得二十万的看观 所以这个频道非常好 这个频道很厉害 OK 然后会看到 它做了第一个影片 它有三个views 它有三个东西 所以这个频道非常好 所以这些频道非常好 为了看到你的听众对手 你的听众对手的情况 对了我完了 这些频道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你会 compare你的影片 会比较你的影片 OK 比如说 它的影片是关于左方 OK 然后来这里 然后比如说 我的影片也是关于左方 OK 我打开这个影片 然后复制 URL OK 然后点去 然后 公布 OK 然后公布 OK 它会告诉你 比如说 你的影片 你的影片的情况 它的影片的情况 这样 会被调你的影片到 它的影片 所以今天我们结束了 我觉得 TubeBuddy 非常好的功能 我觉得 TubeBuddy 是自的购买 然后如果你用付费版的的话 你会获得更多的 礼物 你会获得更多的工具 这个客场 你非常好 它会给你免费 YouTube客场 这个事情 很厉害 我知道有很多人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买自己的客场 关于做YouTube OK 但是 都有人说 因为我觉得YouTube 我觉得YouTube的支持 应该所有的人 知道我关于这个支持 所以 我免费教你们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还是如果你喜欢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赞 这样的话 会开心 你会开心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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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一起去 再坐 我们 cia 发态 我们 打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